我重新装了Windows 10的系统 然后需要在电脑上面装一台 装在虚拟机上面装一个黑苹果 原因的话非常的简单 我需要有一个苹果系统的环境 然后测试一些软件 顺便水一些视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只有一台电脑 而且是我的处理电脑 我不太可能把它直接拿来 用那个什么open call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直接装在自己这台物理真机上 只能在虚拟机上跑 我以前也在虚拟机上面玩过 不管是那个温戳box还是VM workstation 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玩的话 我的电脑这个硬盘不太给力 反正如果你的电脑硬盘不行 不是超快读写速度的硬盘 基本上装虚拟机装 黑苹果都会卡的要命 而且我那个时候装黑苹果 是没有办法放视频的 网页打开的话都会花瓶的样子 大概的安装步骤的话 就是我的感受是 更只要你装了这个big sir 这个版本之后 在VM workstation上的实际的效果 要比我抽box上要好很多 这个是我的体验感受 这里有一个big sir的一个 10GB的一个金箱包 只要你把它下载下来 基本上虚拟机上安装黑苹果 就没有什么多大的难题 然后安装workroomstation是16版本以上 就是最新的版本 然后网上搜了一些邀请码 注册码 然后它需要解锁苹果的安装选项 用这两个东西随便选一个都行 比如说用这个 这个的吧 我刚才已经下载到电脑上面来了 看一下 我的电脑应该是在download下面 这个是unlock 这里面东西非常的简单 就看下面这几个cmd就可以了 看这个名称 win install test install uninstall update 这个脚本的话要以管理人身份运行 直接运行win install 以管理人身份跑一边就可以了 就会把vmworld的apple选项给搞出来 然后这个是bixer的版本 看一下 16个G 它是一个压缩包 解压下来的话 解压出来就16个G 从网上下的话大概10个G 的样子 现在就自己演示一下吧 效果棒呆了 直接workstation打开 我是把它装在硬盘里的 我的硬盘也有百兆读写的速度 跑这个小意思 主要是下次重装系统的时候 就很方便了 不用再重新等这个时间了 然后我这个参照的参数 比如说给它的cpu多大 给它的内存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的都是参照最新的 MacBook Pro M1的那个 那个参数给的 尽量给啊 给不到就打对半是吧 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如果你想用这个Virtual Bounce 来装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在GitHub上面有一个人 他写了一个一键脚本 你连镜像都不用下载啊 它那个脚本会帮你自动下载 安装起来会特别的快 但是我之前装的话感觉和 在VM Workstation上面对比的话 它的速度感觉卡的一逼 可能这就是开源软件 和这种商业软件之间的区别吧 开机有些慢啊 好的 它已经打开了 刚说它慢它就起飞了 我直接全屏啊 输一下密码 密码不对啊 它的分辨率刚好就是我屏幕的这个分辨率啊 直接看我的苹果 这个地方是吧 3.34巴拉巴拉 内存8个G 然后 这个样子啊 还有的话 这个屏幕 可以看到这个范围里面刚好就有这个 19201080的选项啊 可以看到 这个刚好是我屏幕的分辨率 然后下面的话 看 这个效果怎么样 感觉 根本不是一点都不卡的感觉 没有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卡 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卡了 效果啊 可能是因为它的系统的原因 感觉这个系统优化了很多的样子 现在放个视频 Compand加Q 直接退出来了 现在就打开 浏览器 然后放个YouTube 为了没有那个版权的担心 直接 直接找个视频来放吧 嗯 直接去这个频道里搜啊 搜这个叫什么 看一下 这个 以前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根本不能打开网页了 有声音啊 我把声音给关了 哎呦 看一下吧 以前在虚拟机里面视频都没有办法播放 现在可以很轻松的播放 可能就因为和BX2升级的原因 以前用起来反正是特别的卡 现在的话 很完美啊 嗯 其他的东西 我是不太 对其他的东西啊 我也不是得 抱特别乐观的态度 主要是我的需求 基本上就满足了 打开网页 稍微刷个视频 刷个网视频 然后测试软件 基本上 其他高效率 高生产的东西 我基本是不会在虚拟机上面搞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网站是在Apple上面 然后 如何安装这个虚拟机 你可以试验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的配置比较高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主要就是硬盘 硬盘要足够快 不然用起来 还是会特别的卡 看一下这个